香港楼市最近又再发出利淡讯号,原来由去年10月至今年7月份,已有预3.3万宗高成数换揭入市个案。 简而言之,即其内大部分香港人都借到进入市。反映购买力进一步投资。加上现金香港受政治、经济及疫情多重打击。未来流入香港楼市的内地及海外资金只会减少。 甚至出现孤寿套现潮,楼市只靠香港人糖水滚糖鱼。可以维持高楼价吗?香港地买楼,大部分人都会借案件。去年10月份之前,600万元以上的住宅,只能批出六成案件。首期至少需要240万元,仅400万元或以下的住宅能批出九成案件。 但去年10月份之后,政府放宽暗揭保险的楼价上限。楼价800万以下可借到九成,800万至1000万可借八成。 以往有能力购买600万元以上住宅的买家。大多数实力非凡。皆因拿得出240万元现金买楼的人。 无论是家庭储蓄或供款能力都高几班。但目前买该类住宅,首期只需60万。虽然有压力测试。但两者的供款能力不可同日而语。 换言之,即是将实力不够的推入楼市高位接货。正所谓将太公钓鱼。愿者上钓。在新案保计划鼓励下,更多人选择借到尽买楼。 据香港按揭保险资料。去年10月至今年7月。批出按揭保险达33,695宗。 按年飙升1.44倍,批出金额更净升2.2倍达1,770.8亿元。 参考同期的土地注册处注册楼宇数据。6月4.6万宗买卖注册。即借高乘数按揭买楼的比例多达七成,虽然两者存在时间差。 因为批出按揭保与楼宇买卖注册的时间不一致。但已长达10个月来计算。足以作为参考。 而2017年至2019年。借高乘数按揭入市的比例仅为30.9%。31.3及33.8%。 可想而知。现今买楼的人抗疫能力更差了。只要楼价跌两成。 上述的三万多人将临近。或成为负资产一族。 届时想要卖楼。更要抬钱上银行才可以卖。而该情况在1998年至2003年间相当普遍。 至于未来楼价会不会跌两成。请细心留意一下香港的正经发展。相信各位看官会有答案。 请继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